3月1號晚上9點多 南京南站2樓後車室安檢口 來了一名文質奔彬的男子 雙包過安檢的時候 李明男子變得異常緊張 安檢人員很快發現問題 到底箱裡藏著甚麼呢 看看你就知道了 安檢員發現 男子行李箱中有大量疑似光碟狀的物品 於是立即將情況回報給直班鐵警 我給你藏起來 不可以 你不打機不請人說這些問題 坐坐坐 不要看 坐坐 來來來我再打 以網結密碼為由推堂 企圖蒙混過關 鐵警表示 如果男子繼續拖延時間 將強制開包檢查 原來男子行李箱裡放滿了淫捨光碟 鐵警清點查明 男子共攜帶了一千多張淫捨光碟 以及兩個儲存了淫捨視頻的硬盤 經理解男子聖五38歲 顯明從事網絡設計工作的高級白領 這些光碼你都看我了 紙片不可能看的 我買的話紙片隨便挑兩個看一下 然後就放在那邊 你都是幹什麼用的 我沒有幹什麼用 就是自己搜查 純搜查 後期工作到他家中搜出了將近有兩千多張 他這些淫櫃光碟放在家中的一個書房內 用那種收納箱裝得整整齊齊的 大概有五箱 事發當日五箱是打算乘搭高鐵去上海 他住在南京 然後準備搬租上海 這些銀匯光碟都是多年積累買的 下載各方面的渠道獲得的 然後他準備打包帶回上海的追所的 儘管五箱並沒有販賣 但是攜帶超過100張淫捨光碟 就涉嫌運輸淫捨物品 觸犯了治安管理處罰法 最終五箱被處以行政拘留 三千多張淫櫃光碟被繳收